《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參與我們第一次進行的節目 我們節目名叫小政府 小是大小是小 別無他兒 純粹是我們的主張 政府應該是愈小愈好 我們不是說不需要這個政府 政府的規模和政府干涉市民生活的事情 都是愈小愈好 這個小政府節目 其實是希望帶出我們小政府的看法 特別是針對香港很多政策 我們會深入去講 在小政府的角度 究竟應該怎樣去分析 我先介紹自己 我是107動力的召集人 何文杰 我們107動力 待會有時間我們可以談談 不過今天我們特別要介紹我們的嘉賓 黃廣銘先生 六回收的發起人 各位好 黃先生也是從事膠袋的回收 廢塑膠的再造的貿易 行內很多十年的經驗 所以一旦這樣說 大家猜到我們今天主題是甚麼 即是跟塑膠有關 不是說珍珠奶茶的掃發制 是說膠袋稅 膠袋稅最近發生甚麼事呢 如果大家有留意 在報章電視傳媒近日的報導 就是膠袋商會最近公佈了調查 指出全港有27%的塑膠的消耗 是增加了 在2009年實施膠袋稅之後 即是說政府希望透過膠袋稅 減少人用膠袋 減少塑膠消耗 不過在實施了兩年的膠袋稅之後 發現原來香港的塑膠的使用量 反正不減 究竟為何會出現這個現象呢 或是黃先生可以跟我們分享 我們作為香港市民 在膠袋稅實施之後 看到甚麼奇怪的現象 其實我們都發現了一件事 超市的預設包裝袋 其實多了很多 很多的筆織布袋 還有一些其他環保袋 還有一些紙袋 垃圾袋其實多了很多 其實裏面 為何我們會多了這麼多東西呢 就是因為沒得用過膠袋 如果根據我們自己的 看回政府的諮詢文件裏面 有一個附件A 裏面都給了一堆數據給我們看過 給我們計算過一下 其實在2009年至2010年 在2010年多了25萬個袋 不管是膠袋、紙袋、環保袋 多了25萬個 這個數字可以很清晰地告訴我們 你不用膠袋是用多了東西的 為甚麼呢 因為一個很簡單的理由就是 膠袋是最環保的 你不需要特別製作特別多的東西 當你不用一件東西的時候 你特別去禁制一件 你不能完全禁止去用的東西的時候 別人就可以找東西代替 代替完之後怎樣呢? 它用不著又是扔掉它 其實在裏面 我們還未曾去數一些預設包裝袋 還有一些在家裏 可能存了幾十個 甚至乎百多個的不織布袋 其實未曾計算下去 黃先生你說了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一般香港市民 或者被政府休騰華宣傳底下 就覺得超市的背心袋是很邪惡的 即是我們一定要去資而後快 收五毛錢也嫌少 收五元或是收十元一個 最好就完全沒有人用 但原來發現 其實不只是香港 在其他國家地區都有同樣的經驗 就是實施交袋稅之後 那些市民的生活習慣 反而轉了其他袋類的消耗 黃先生我們不如逐樣可以說一下 好 剛才我們第一樣被提到的 就是這個預製包裝 是嗎 沒錯 預製包裝是甚麼呢 說的是甚麼呢 預製包裝只不過說 我們買東西的時候 原底本身 這個未有這個交袋稅 這個推人之前 很多的產品 你去買一件東西 單純一件東西而已 當它說要收錢 交袋不可以用 那麼很多商人就要量度 你拿交袋要給門子不方便 我給定一個袋給你 譬如那些蜘蛛水 以前一瓶你拿了就是 兩瓶你拿了就走就是 或者它可能本身只是一個 很薄的一個熱宿膜 包在一起 現在不是了 一瓶兩瓶再加多一點東西 一個膠袋 這個膠袋 你拿去循環來用 其實是困難的 不過如果你拿去回收再做 這個沒有問題 但很多人是沒有住 不會這樣做 我們先講預製交袋 我們107動力在兩年前 就是交袋稅 剛才7月7日實施 兩個星期左右 我們做了一個調查 如果大家有印象 當年一實施那頭幾個星期 這些所謂預製包裝的交袋 在超市是湧現的 當時我們找到一些嚴重度 是兩條餅 他們做過預製交袋 甚至是三包薯片 他們有預製一個交袋 到今時今日 兩年後過去 我們都很客觀去看 比起當時 剛剛執行交袋稅的時候 這些預製交袋 是收斂了的 就是我們傳媒廣泛報道 但是 其實如果大家細心觀察 仍然是比沒有交袋稅之前 是多了預製包裝膠袋 這些預製包裝膠袋 其實主要是透明為主 因為它要被人見到它的貨品 透明是怎樣 是否因為那些膠袋的透明 是否要用多些塑料 其實它不是透明多些塑料 而是它的袋是厚了 厚了 厚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現時仍然會有預製包裝的一些產品 其實一般是比較重的 如果大家留意 相對地重 譬如洗流水 交付髮素 一支洗澡液 幾支有一排 其實除了重之外 就是那些袋 越是要用重的東西 它就要用多塑膠 是 沒錯 用多多少 這件事就視乎它 比較個別的用料 以及供應商的介紹 除了它厚了要裝重座之外 還有一個問題是它要搬來搬去 我們的超伺袋 你抽了回家 只是這個路程就完成了 袋子就拿到一邊了 但是預製袋子出現的問題 就是要由廠包裝出來 包着它 搬來搬去 到貨架 還要預算你拿到回家 如果它不預算厚 你薄了 你拿一半 還未賣出去 袋子已經穿了洞 位一爛了 你買那個可能就不拿 或者不選擇 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製造預製包裝 就要更加硬 更加厚 沒錯 更加多塑料 我可以這樣說 是否給普通背心袋 是用數以倍計的塑料 當然是 因為它有很多預製包裝袋 它是用一個叫做LDPE 它的韌度和力度相對相差一點 你那個背心袋 很多是用了HDPE 它可以做得薄 用少些塑膠 所以大家有心看節目的朋友 可以冷靜再看看 邱騰華經常說甚麼 邱騰華永遠都說 膠袋數是減少了多少個超市袋 但從來不會客觀說 究竟是有多少塑料 即是袋子的數是真的減少了 但不等於塑膠的消耗減少了 反而變成預製包裝袋 你稍後這樣說 我先補充一點 因為你的膠袋 雖然說膠袋少了 你多了的垃圾袋 紙製的袋 其實是多了很多 是的 2009年紙製的袋 有2700萬個 到2010年它有4300萬個 每一天它多了42萬個袋 是用紙袋 那說紙袋 王先生你不是做紙袋 不過其實現在我們一般市面上購物的紙袋 是不是都有膠在裏面 大多數都是 雖然不是全部都有膠的成分 但因為它們被預防 一個就是它需要內容一點 它需要硬一點 所以它要加一些膠 附載一下它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很多人要求一個漂亮的項目 單純是指的它是不夠漂亮的 它要加一些膠的項目 它看起來才會漂亮 在印刷的各方面 它都有這個需要 王先生一點我們平時是忽略的 以為紙袋可以長環再用 多好 又可能再做些東西做出來 但原來其實一般人很遺漏 就是購物袋的紙袋 是要擺重的東西 就算不是很重也好 它也不能太容易爛 而可以令到紙袋不容易爛的做法 就是加入塑膠 又或者為了美觀 剛才王先生提到 我們經常叫書的封面 沒錯 要叫做UV的一層東西 好像過膠 其實很多 比得紙袋的店 都是一些大的白貨公司 或者一些名牌 當然要顧形象 亦都加了這些膠 所以交代說實施 你只是針對膠袋 好了 紙袋就成為了膠袋取代品 但這不是新奇事件 我們在09年前跟邱騰華已經說 在蘇格蘭 就是停止了加拿稅 國會否決了議案 原因就是知道其他國家 好像在英格蘭 在愛爾蘭 很多經驗都是很失敗的 就會引發很多紙袋 會浪費 其實紙袋 你說 剛才有說過 我循環再做 這件事我也想要 另外也要提提 我們掃膠的循環再做次數 比紙袋多很多 其中一個原因是 紙袋是靠纖維黏著這張書 但是紙袋再做時 纖維會斷 接著會短 短短下可能只有一、兩次 短到的程度 它是拮不埋、接不埋 變成它亦都會是 不能夠用多次的 你用多兩、三次 它就可能要 一、兩次 它真的要拿去扔 或者做一些很差的製品 可能再多一次 已經是不能再用了 還有紙有個問題 它就… 如果濕了水 其實濕了水之後 放久一點 它是不能用的 因為它會降解 它會難、會發臭 會影響到其他正常的紙的用品 但是膠就不同了 膠我們可以用很多次 循環再做、循環再做、循環再做 當然亦都有限制 循環再做過程的技術上要一個控制 如果不是,亦是不好的 但是多次數就比紙有多很多 另外還有一件事就是 我們膠袋 我們裝一些的廚餘 或者弄濕了甚麼都好 污漠、污漠、污漠 其實是可以再用來循環再做的 這是沒有問題 不會因為它是用來 裝一些廚餘會臭 又或者會是濕了水太久 它不能用 它膠是不會有這件事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們拍過有幾段短片 放上YouTube的 叫做《膠袋重生》 裏面的過程是介紹了 國內有些清潔的工人 去收拾一些膠袋 接著去賣給一些再造商 如何將一個污漠的膠袋 再重新再做一個膠袋出來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上YouTube搜尋 交袋重新 不過王先生 剛才我們提及 紙袋的問題 你也說了很多業界的知識 大家可能奴記在心裏 不要以為拿了紙袋就是環保了 而在《膠袋說實4》兩年 有很多商戶全面不派交袋 第一間在網上的節目 是永安百貨 當時他第一間走出來說 我們百貨公司全線就不派交袋 所以他就不會有交袋稅 就全面派紙袋 那些店舖當然是說 我們成本上更多了 一個紙袋是貴過交袋 當然他的購買成本 但是其實就是因為交袋稅 而要迫著派紙袋 而市民又迫著用 就是拿紙袋 也有很多連鎖的化妝品 不派交袋 而派紙袋 而紙袋剛才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 生產紙袋的過程 比生產膠袋的過程多了二百倍的能量 能源 如果用碳排放去計算 環保團手中用碳排放 甚麼都碳排放 你就會真是理解到 其實原來膠袋是很環保 而紙袋其實是用很多能源 因為它要煲 黃先生可能會說多一點 膠是怎樣 為甚麼會節省能源 我補充一點紙的 生產和循環再造 除了用能源之外 其實那個污染亦是很厲害的 剛才你說我要煲甚麼 煲水 它要煲很多水 很大量的水 即是怎樣去清洗 或者怎樣去煮一些東西出來 但膠是不需要這件事 當然你要洗膠 即是一些骯髒的膠袋 你要洗乾淨它 這個當然要用水 但我想帶回說笑 這種的骯髒 不是膠袋本身需要清洗 而是你給了它的骯髒 你拿去裝肉、裝魚、血水 裝些菜或骯髒的東西之後 你幫它洗你弄髒了的東西 膠袋只會洗走這件事 如果膠袋本身的循環再造 那些是沒有這些污染的 膠袋的消耗能量 通常我們是計算電 药膜是300多度電 到500多度電 這個視乎它做出來的產品工藝 以及它的膠袋的對象 是哪一種膠袋 例如LDPE或HDPE 都有不同的 PP 亦都有不同的 說到這件事 又說回少許袋的問題 其實剛才也說了 紙袋是多了42萬個 但它的重量多了3.8噸 其實我這個計算 是抽出一個中間數去約會 我們當它一個袋 和一個大小的紙袋和膠袋 我給膠袋是7克 這個紙袋是90克 其實這個已經是比少了它 我們計算出來是3.8噸 我們減了這麼多的膠袋 其實減了多少噸呢 4.5噸 其實相差是很少的重量 但我們膠袋是要用少了很多之後 用一點多的紙袋 就已經彌補身重量 黃先生說的好重點就是 當政府邱騰華經常都說 膠袋稅是要減少堆填區的負荷 但事實上膠袋 只是佔外堆填區少於1%的垃圾 這是第一個事實 第二個就算這兩年 真的減少了這些超市袋 那個重量和佔的面積 其實都只是給增加了的紙袋 打了一個和 都不計其他垃圾袋 是的 現在來說我們會將它加起來環保袋 因為環保袋多了的過數 是有20 這個是2萬多 應該是20萬20 8萬20 2萬多個袋 剛才的紙袋應該是4萬2個 重量是3噸 3噸8 環保袋我們計算是40克 多了是0.86噸 這兩樣東西已經是 超過了它要減少膠袋的重量 即是用回政府的數據 假設它是很客觀 沒有任何的偏差 相信它 實際上它是怎樣的 是一個統計學 它不是逐格車是怎樣的 它是抽樣是怎樣的 我當它是很科學 這個數字出來搞了一大輪 這麼麻煩 膠袋稅的增加 出現 只是令到打了一個和 令到紙袋和不織布袋 就打了一個和 是 不要 待會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講一下 不織布袋和平口袋 究竟有什麼災難性的問題 好 剛才我們小政府節目 講到膠袋稅 黃先生作為業界的資深人員 就跟我們說了 在膠袋實施兩年之後 發現原來膠袋的數目使用 是真的減少了 不過看回政府的數字 原來只是紙袋和不織布袋 已經打了一個和 和減少了的膠袋 是 還有一個新發現 黃先生 不要新發現 其實這是以前 即是以前一開始時 其實都是預計了 我們的垃圾袋是多了 多了多少呢 就是16噸6 這個垃圾袋的重量 多了16噸6 每年 是 每年 不是 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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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拉勻 我當它是20克一個 我是以20克一個來計算這個數 其實這個數 我們都是比較中肯一點 不會是最高的或最低的 這些數字來講 準確度會有多高 其實我覺得都相當是正確的 即是說 膠袋是帶來多了的 膠的使用 膠的使用 這個垃圾袋的問題 我們在諮詢第一階段的時候 都 即是 黃先生的團體 我107動力 我們都聯手反對 共同記者會 很多傳媒都報導過我們的活動 當中其實一個 我們經常講的就是 其他國家包括台灣 包括愛爾蘭 包括南韓 他在實施膠稅之後 都同樣面對 中國大陸的大城市 都是 就是 實施膠稅之後 膠袋的數目是減了 但是 垃圾袋的使用 是大幅增加的 是 今日 兩年後 就看到這個數字 不止黃先生 引述政府的數據 原來每一天 就多了那麼多 16檔的垃圾袋的消耗 那麼 在膠袋商會的數據看 在膠袋商的訂單當中 垃圾袋多了6成6 不織布袋多了9成7 可以很明顯看到 這是因為膠袋稅而引發出來 我們經常說 因為政府要小 原因不是 政府什麼都不要做 什麼都做不到 而是我們說 這個世界太複雜了 太複雜了 人的生活習慣太多變了 你這個政府 那麼強大也好 你不能夠改變 市民的生活習慣 你以為一個政策 是會有用的話 其實可能很多 我們叫做 非緣疏切想的後果會出現 就是 可耶克提出這個概念 最終好心做壞事 那麼 剛才提到垃圾袋的消耗 大家日常生活就會留意到 譬如我 我是張威露一個屋苑的法團成員 那麼 我們屋苑十幾年來 都是會訂垃圾袋 每戶一袋 一包的 那麼 長期以來 我們訂回來 每戶一包 一個月 那麼長期以來 未有加胎前 連個月都有剩餘的 有剩餘的 我們剩餘的 儲存到那麼上下 我們又訂少一些 有些人可能兩個月才下一次 有些人可能是 即是三個月才下一次 譬如我以前 一個人單身的時候 還未結婚 即是一個人住很少垃圾 一個人住很少垃圾 然後問題就釋完了 交了上之後 每個月都清 每個月都不夠 有些住的單位 多人住的單位 變成你 其實訂單 即是屋苑作為法團 就要去訂 其實訂單 又是向膠袋箱 又是在那裏訂回來 這個是 我相信有細心去觀察 生活 身邊轉變的 都會認同這一點 還有 在 即是不需要專家都知道 一個垃圾袋 體積是比背心袋大 面積是比背心袋大 他還要留些空間 用來紮的 是不是 你不是整個袋 都塞滿了 寫完 就丟到垃圾房 窄的空間 也是掃膠浪費 然後 我們還要用一次 背心袋 我們反而可以 其實拿回家 可以摘下食物 摘下水果 放下雪櫃 用了一大輪 才可以用來做垃圾袋 是的 我們以前 都是 很多的背心袋 放在垃圾桶 裝了之後 這個綁起來就丟了 現在唯有 當然我們坐到其他的背心袋 都是照這樣用 但坐不到油 都是用垃圾袋 我們現在都是處理這樣的方式 最諷刺的就是 我和黃先生都在不同場合 在第一階段之前都不斷說的問題 就是一直都說 加乃稅 你走一定是多垃圾袋 一定是多垃圾袋 但政府不聽 邱特華就繼續要當環保當作秀 他就要建立他的形象 說上位 繼續一二推行 最可笑的是 連政黨 甚至所謂的環保團體 都是無視其他國家地區經驗 好了 今天兩年後 真是數據鐵 一般的事實說 垃圾袋多了 塑膠消耗多了 為何還要繼續走下去呢 這個政策是否要徹底檢討 停止它 甚至是不要再繼續坐下去呢 似乎我們看不到 有這樣的客觀理性的討論存在 剛才我們說的交袋稅 說個別交袋這些東西 其實如果我看回我們整體的垃圾 交袋整體垃圾 其實2009年佔的總垃圾量 是0.67% 他們勞斯動眾 減了的交袋 量有多少呢 是0.034 即0.05%也不多 其實那個 佔整體垃圾 是真是 真是好笑 未負其美 這是所謂的轉移時線 政府就用說 做了事 今天我們上午就去了 現在播出的時候 應該說昨天 即星期三的上午 我們有立法會交袋稅 第二階段的聽證會 當然出席的有贊成有反對 但是很明顯就是 你花那麼多精靈 要立法會去辯論 要團體一起討論 要一些政務官去草擬法例條文 但其實搞出來的 仍然是反過來 好心做壞事 是否一種政治的花招 公關的政策 多於實際想解決香港的垃圾問題 當你說香港的整體廢物 處理要用焚化的方向 不再堆填的時候 其實所有東西都要拿去燒 最終 你那個小小百分之零點多的交袋 是否真是這麼邪惡 要花那麼多人力物力 去做這件事情 你剛剛說了這個焚化爐 應該說昨天 我也說了一件事 在會議裡說 其實我很擔心 將來環保處會說 政府已經很努力去減費 只不過大家有目共睹 我們交袋我們減到了 不過垃圾還是多了 反而是多了 其實我們在這個 沒得選擇的情況下 唯有就是擴建堆填區 建這個焚化爐 希望各位議員支持一下 希望各位市民都要多多支持 沒辦法 因為減交袋 今天多了垃圾 我們是有努力過的 不好意思 真是要 我覺得是挺關鍵的 一個現象 這是我想外國實施交袋塞的時候 都比我們沒那麼嚴重 其實在交袋塞實施之前 這一類我們叫不織布袋 可以循環再用 坊間有些人就發明了叫做環保袋 但實際這些包袋在交袋塞實施之前 就不是那麼普及 是有但未去到那麼氾濫 在交袋塞實施之後 你無論去嘉年華會 你去商場買鞋 買化妝品 都給過這些包袋 甚至一段期間 超市是免費去派給你 買滿多少錢給你一個 這些筆織布袋其實是甚麼製造呢 黃先生 筆織布袋都是膠料 不過它是一種聚餅膠料製造的 聚餅膠製和PE 和這個聚餘膠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東西 即是都是膠 都是膠製的 都是膠製的 但它為甚麼叫環保袋呢 其實我記得當初就是有一件事 就是它們加了一個叫降解劑 因為你加了降解劑 它丟墓堆填區之後 它會自然分解 所以這個叫環保袋 其實這件事 我在這裏我也想鄭重地提一提 其實索膠降解劑 我們是很反對這件事的 為甚麼我們做一個製品出來 做一個袋 我們是要預備拿去丟墓堆填區 或者拿去焚化、拿去燒它 在這個環保裏面 其實是一個很相反的概念 那你做一個袋 為甚麼不是想著 我可以再用多幾次 用完又再用 就算我這個袋 現在用爛了又用不到 都可以拿去循環再做 為甚麼你一做的時候 想著要拿去堆填區去扔呢 其實這件事我真的很難理解 是 但坊間就叫環保袋 不過可能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聲稱可以用很多次 就讓你背心袋用幾次 就環保了 但其實剛才黃先生已經說了 簡單來說都是膠做 是 那麼一個這些不織布袋 要用 比普通背心袋用多幾次的膠 這個大小的粗略估計 就是那一刻的 這件事真是 真是那一刻的 我們當它是用40克來計 它都是7、4、8倍 8倍左右 有些人會計到30倍或60倍 這個視乎你的袋子的比例 差在是大家拿著袋子的時候 它拿著哪個袋子跟哪個袋子去比 其實這個袋子的多少 這是一個問題 但另一個問題就是 我覺得 另一件事就是 它們是將膠袋擾摩化了 好像這些裝報紙的袋子 你說用完之後 是否真的沒有用呢 其實不是 其實我都會拿來將它擠在文件 我擠在文件 其實它都有它的好處 我們可以見得到 擺起之後 放在那些花刀夾的時候 看回一些東西 可以看到 這份東西 我單獨一份東西可以儲存起它 我們可以少用了些什麼呢 少用紙的信封袋 你這個東西是防水 今天下雨 我走出街 我不用怕被雨塌濕 如果我用紙那些 真的不拿膠再蓋住它 搭雨塌 融化了變了樣子 那我怎麼辦呢 黃先生說出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其實環保真實的意義應用則用 可以循環再用就循環再用 而不是一個政府用徵稅或立法的方法 強制你不可以用 即是抽你重稅 這種只是令到你一個一時一刻 我們交了一個邪惡稅 真的邪惡稅 就照用 即是好像汽油 你說要加稅 那就交稅 幾貴的汽油稅 仍然有人開法拉里 仍然有人開跑車 在香港是完全不必要的 這種所謂心態的轉變 並不是因為你一個五毛子的 交流稅能夠大動 反而我們看到 交流稅引發出來的 剛才我們所說的 例如垃圾袋 筆織布袋 這些瓶口袋 瓶口袋是類似這些材料 在超市 水果店 水果檔 有一卷卷被撕 原本用來保鮮袋 放一些蘋果 隔著其他產品 但在實施膠水後 這些瓶口袋因為豁免 所以每人都拔 拔完就用來放薯片 放牙膏 拿去收穩署 甚至有些收穩署 索性放一桶給你拔 如果大家有觀察 以前的瓶口袋是短一點的 因為只是作為擺三果用 現在的瓶口袋 長了三分一左右 你不要少看這三分一 一個多三分一 其實是說很多的交流消耗 因為要整長一點 人們要用來擺其他東西 打完之後還要擲一擲 我們來玩 這些就是所謂 你說是雲奸次衛也好 就是商家的手段也好 總之就是政府要搞交流消 出來的後果 剛才我們還提及過 這些筆織布袋 都是用掃膠 重要的是黃先生做回收 你可以跟我們多說一些 在回收上 其實這些膠料 為何這麼難用來重環再造呢 這件事我們要說幾件事 很多人都只知道 裡面很多不是膠的物質 令到它在回收的時候 是比較難做一些 我們認識的人 他們做循環再造的 他們都很清楚地說一件事 因為裡面有一種叫做鋼戒劑 這種鋼戒劑在它加熱再造過之後 它是不會消除的 我這件事如果有鋼戒劑 我拿去再造了一些原料 拿去生產了另一種的產品 或者是做一些膠袋 裡面會發生什麼事呢 會爛了一些東西 很多人可能都沒有想過 整個貨櫃的塑膠的製品 去到外國裡面的東西都爛了 別人除了說要攝取你的錢 要退貨之外 還要給當地的環保官員 真的要告你 你把垃圾弄過來 你要怎樣處理它 這些問題 其實很多人都不會察覺到這些問題存在 即加了降解料的一些袋 或者不織布袋也好 如果它經過回收 經過收集 經過循環再造 再造出來的可能是甚麼 索帶 玩具 上架 膠袋也是 因為它有降解料 而再循環再造 可能會引發自己瓦解 令到產品無法使用 甚至有危險 如果做索帶 用來搭棚 棚會塌 所以造成在回收上 一個很大的困難 你要辨認 哪些是有降解料 哪些是沒有 而是否很容易辨認 辨認不到 我們唯有自己的自律 為甚麼是真的靠自律 靠它有沒有良心 有機會有這個降解劑 它們不回收 不可以再造 其實我們知道 如果現在我們不限制著人家用這個降解的時候 數量越多 被人收了去循環再造的機會就越大 用來做了一些製品的機會也會越大 剛才有提過 就是我們搭竹牌的交滅 現在的人仍然很有良心 這些有降解的東西 他們不拿來做 但將來越來越多 很難避免他們不小心收到這些東西 再造一些交代 因為業界 就算經驗也好 不可以用機器很容易辨認 完全辨認不到 經驗也很難辨認不到 只是知道這隻手袋曾經有說過 是下降解劑 看到這些手袋不收 唯有是這樣做 還有一些不織布袋裡面有很多線口位 可能很多印刷 區議會 這些可能在製作循環再造的時候 帶來困難 沒錯帶來困難的 即是你拆了一些線 拆了一些線 是很麻煩的 即是給你普通的交袋 收回來 拿去打膠粒 就是難度多很多 還要多人手 現在 現時在珠三角的環保 即交袋循環再造廠 在哪裡找些交袋回來 其實很多 最多是在外國回來 反而外國多 是外國 人們來外國有搞這個回收 香港不搞就沒辦法 其實外國有很多回收的東西 除了這些交袋 其實也有很多垃圾的東西 一樣是有回收的 不過是政府做還是不做 市民肯不肯合作去做 如果肯的 政府又肯去做的時候 其實很多東西可以收回 我們下一節回來 可以等黃先生繼續跟我們說 塑膠的回收的問題 究竟是香港有甚麼可以思考 好 小政府今天很高興請到黃先生 陸回收 從事塑膠 重塑 回收再造的行業朋友 跟我們剛才已經分析了很多 交袋稅實施之後帶來很多 另類浪費 不繫布袋 以及究竟為何這些浪費 是比超市背心袋本身 更加是帶來環境的傷害 剛才黃先生提到 在珠三角都有很多廠 是做一些 叫做塑膠的循環再造 但原來那些塑膠循環再造的來源 的來料 反而不是香港 不是香港 為甚麼 香港沒有做到這個回收 即是沒有去搞 沒有很好去搞這個回收的環境 令到香港是很少人去收 即是廠家要去哪裏訂的材料 來再循環再造 歐洲 美國 這些大城市 大地方 就是一旋旋的 一季季的舊膠袋 收集回來 讓你們再打一套膠粒 再做玩具 再做文具 沒錯 香港其實 你說要將它回收這些膠袋 其實說難不難 說熱不熱 其實主要是看政府怎樣做法 我們覺得最困難的應付是 真是政府 政府這個原因 我們跟一些回收箱搶的 政府最有利的條件是 是東西拿來 免費的 但我們做上來 在某些情況上 其實我們是要收費的 我們是不能夠 不夠政府的力量去搶這個貨源 所以這個真的沒有辦法 就是 昨天 我們在立法會公聽會 講交代稅 跟邱騰華對話 邱騰華就荒謬到 回應的時候就說 其實香港已經有三式回收桶 其實市民 就可以將你用完的膠袋 放在三式桶裏面做膠的部分 不用額外再搞什麼膠袋回收 事實上在業界 如果有人真的把膠袋放在三式桶裏面的塑膠 它的膠袋命運會怎樣呢 我們所知道的 大多數都是去了堆填區 為什麼呢 我已經用完的膠袋 然後接近它 肯定是乾淨才放進去 為什麼都會去堆填區呢 問題是 我們做塑膠 其實都分很多種的物料 你用瓶的膠袋 瓶的膠袋 瓶的膠袋本身 它上面有一個瓶蓋 旁邊有一張的膠紙 其實都是不同的膠 通常這些廠 它做的時候 因為 膠紙其實分那個問題 其實都挺麻煩的 它只是主要拿瓶的膠袋 你其他那些 基本上多數都不要 好像這些膠袋的膠袋 其實它本來可以存起它 但是你存起的時候 它又有一個地方要積存它 存完之後要載去一個運費 其實它們都免費做這個動作 索正也是把它丟掉 有些你做得比較蠟雜 除了膠袋之外 可能還有其他膠 好像一些PVC的膠 它們看到這些是很頭赤 很麻煩的事 索正就是這些 基本上這些它都不要 即是在業界 香港的塑膠回收業界 已經是講得很艱難 因為香港的很多成本都很貴 運輸 儲存 你掃膠體積又輕 即體創量輕 但體積大 即每一次你要去一些屋苑 收一些膠袋 其實有一些是不肯來的 即我們的經驗是 很多回收商說 我們要虧錢來載你那些膠袋 來回有費 司機人工 都不夠你那些料的價值 這本身的問題 就是邱騰華局長竟然叫人 把膠袋放進膠樽的回收筒 但事實上 原來那些膠袋和膠樽的回收 是不同的系統 你給了一大堆膠袋 膠樽回收箱其實是沒有用的 即是他很好心才會 儲存起來幫你放給行家 但有多少個會這樣做呢 所以一般現在的三室回收筒 收緊膠樽 好好地就已經功德無量了 收到膠樽 即是收乾淨膠樽 願意拆開蓋子 好像黃先生 我聽過你講一次 就是我們平時香港市民的習慣 用完膠樽 我們的蓋子應該怎樣處理 這件事我們 都有一些變化 其實如果我們把瓶蓋領開 是方便了回收箱的 其實如果你說政府願意做多一件事 就說要求膠樽生產箱 用幾種是劃一的物料 你處理膠樽的時候 它可以方便很多 譬如說我們那個招紙 不要用一種叫做PVC的物料 這個轉變就已經差很遠了 它回收的時候 很可能就說將膠樽 它有一部機器將它攪爛它 來到收集的時候 變成它運費是省很多的 譬如說你的屋苑 隔離屋苑隔離屋苑 很多屋苑兩處附近 我過來收 我一直放在機器上 一直攪稅 其實它可以裝的量 可以多很多 就不是現在 一大車裡面才得到 幾百公斤的貨 其實真的很淒涼 其實因為我們 我自己因為過去 這兩年多都反對膠樽 而香港甚少團體 機構人士長期 跟環保團體的倡議 唱對台 我去很多學校邀請去演講 我也很感謝在黃先生上學了很多東西 特別是我每一次演講時 我都會提到一點 就是大家扔膠樽的時候 其實如果走多一步 不是扭膠樽蓋下去才扔 而是扔開膠樽蓋 我想像一下回收箱 每一天要處理數以十萬計的膠樽 它要找多少人用多少隻手 用多少時間去取出膠樽 因為原來蓋跟磚本身的物料是不同的 如果你能夠幫它分開 它處理時就會快很多 可能何議員有少許誤會了 其實膠樽蓋 為何令開它 其實比較放棄 因為膠樽蓋領實時 如果它想把它壓緊一點時 很困難 是壓不了的 你令開蓋後 其實它壓樽時 它是有機會將那個磚 壓得迫得緊一點 或者迫扁了它 可以裝得多些貨 原因是這個 其實在它做的時候 我們有一套技術 將膠樽和膠蓋分開 政府如果在宣傳時加上一句 叫人家拿開蓋 讓我們壓得多些 運送時成本低一點 其實可能整個行業 當然人都有這個習慣時 整個行業有機會運作 機會多了 反而我們經常說 政府這些很細微的東西 可能你認為很細微 但可能對行業影響很根本性 但又沒有去宣傳 沒有去做這些工作 反過來做一些公關上 覺得好聽的交代稅 這些樓蓋那麼細細 哪有理 近日有些膠樽生產商 這些水生產商 又說它可以扭細它 好還是不好的東西 對我們來說 其實這不是一件好事 即是說有些膠樽 飲完可以扭細一點 環保一點 是否真的環保了 我們覺得作用不是那麼大 因為我們的膠樽要拿開 扭緊後把膠樽夾緊 其實對我們把膠樽分出來 這是有困難度的 這就是永遠的細微位 原來我自己也是 我自己也以為看完告白 我覺得扭細了就不錯 我買的時候 我有那個牌子我就買 然後喝完後都扭細了才扔 原來我遺忘了 那個膠樽一定要撕掉才扭 否則回收箱就要逐個膠樽 拉開它才撕掉膠樽 這裏其實還有另一件事 因為這個樽 它做得是薄一些的 薄一些其實對回收也有困難度 因為我們要把它切細時 方法是用機器來切的 用刀要做得更加有鋒利 更加要徹 才切得開 像膠片一樣 它是切不開的 如果不是這樣它是切不開的 但我們舊式的那隻是厚一點 它不需要斬開 斬硬的東西比較容易 切蘿蔔比較容易 切豆腐 這是講一個厚度的問題 這個很有趣 原來我們可能有些商品 所謂環保產品 環保產品 它以環保的概念上 直覺上 交到稅 即是它直覺上令你以為這樣是環保了 但實際在細節位是反而不環保 我亦都不敢說 那間水的公司 是特別 有心去善人 因為我和黃先生談完 我都特意去觀察一下它的海報 我發現和它的電視告白 它叫人扭完那個瓶之後 那個瓶是沒有了招紙的 即是它是有意識知道原來招紙是撕了才扭的 不過在宣傳上的時候 它就沒有做這一點 不過它自己也知道 即是它自己也知道 如果你不撕了招紙便扭 其實是更加差的 其實這件事是當初 最初的時候 叫人來我們回收的時候 都說了 即使你普通的瓶 都叫你撕招紙 其實這件事是 很多人可能都沒有留意 是 即是沒有留意 其實招紙裏面 它有一件事不好 就是它是黏的 用一些膠黏下去 其實這件事 我們也是不建議這樣做 其實我們很奇怪 就是為什麼環保署搞一些回收的東西 或者減費的東西 沒有去認真去找一些回收箱 或者是循環再造箱 去傾談這些問題 你怎樣才是容易收到一些東西 或者怎樣才可以 這個廢品的循環再造會容易一些 那為什麼還要有一個招紙 為什麼不可以直接印在瓶子上 這個技術上的問題 還有一個價錢問題 成本會貴一點 各方面都有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也拿了很多 有些外國的瓶子 還有香港也有幾個不同的生產商 都用瓶子的方式 我們是想推薦的 但是因為你幫忙買過貨 其實我們有些事都不方便說 我們只是說 當你的瓶子 令瓶子扭過之後 它可以完全是自己拿出來的 另外招紙不是貼下去 它是好像宿莫一樣吸進去的 當我們一破碎瓶子的時候 其實這幾樣東西本身已經分開了 我們有一些工具的機械 其實可以把它幾樣東西分開了 這個是方便到我們一些行家去回收 例如有些涼茶的品牌 整個瓶是包了整個廣告 但是它沒有膠水 反而它就比較好 這個就差到物料問題 外面的物料的招紙就是PVC 這支PVC的物料 要將它和瓶的物料分開 其實困難度是多了 不是說不行 但是又要專門一些工具才能做到 其實我們是想 將它 統一包裝的方式 譬如我交瓶是怎樣 我們的招紙又用甚麼材料 瓶當然是用甚麼材料 如果大家都用同一類物料的時候 那你們的循環作用商 做的商量是方便很多 統一固然對回收是好的 但是你叫政府去搞 香港就極之艱難去統一 因為你開放自由 我明白 其實我們是有想過很多方便的東西 這個統一我們不是叫它立法 統一是我們提出一個指引 就是希望業界可以盡量去遵循這個方式 所以說到最後 就是最理想的所謂環保措施 或者一些倡議 是由下而上去做最好的 就是由民間自發 我們去呼籲做一些約章 或者做一些指引 或者是給市民教育消費者 知道原來這樣 就像王先生今天這樣說 你有幸看到這個節目 看到這幾分鐘 你就會知道以後 你買這些瓶裝水 回收的時候 你要撕掉膠紙 那麼這些這麼小的細微的東西 可能就是應該是政府的 主事環境保護的當局的要員 是要長年累月去想 是真的走入民間 知道一條龍去想 由這個生產 到這個銷售 到這個使用 到這個回收 到這個再用 再用的產品的推銷 其實每一個環節都有一些智慧 有一些考慮點在這裡 就不是說你 有一個政策 這樣叫交袋稅 接著我就叫環保了 我就做了事了 而完全不理 交袋稅帶來負面影響 今天我們說了很多 有興趣 我們可以繼續 再請黃山上來 再講多行業裏面的知識 但其實這些知識 也不是什麼秘密 不是秘密 政府官員如果要去掌握 或者明白 一點都不艱難 真的不艱難 但大邱騰華 或者下面那些AO 完全是沒有去看 甚至環保團體也是 即是你與其去推廣 推動這個交袋稅 你花了精力 不如你去呼籲 消費者去證明不選擇 那些交樽 哪些是真的環保一點 哪些是可以循環再造 這些可能是更加有意義 而實際帶來了 塑膠本質的應用 即是無限重申 是的 無限重申 開循環再造很多次 我們一般人不知 原來是我們交的材料 可能再造就差一點 但其實我們常生活 很多材料 交材料都是幾手 我們接的 譬如最常用的 紅白膠袋 最美的材料是甚麼 或者我們先說 沒有說最美的材料 其實基本上是新材料 和舊材料 像這些 它不會全用新材料 通常那些是 侵了很多的舊材料 甚至乎這裡已經全是舊 也不出橋 即是它的材料 物質已經是第二次再用 再造就第三次 第一次可能是很透明 很漂亮 第二次再用 可能已經是 紅白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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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說背心袋 背心袋 背心袋 很多背心袋 用過兩次三次 甚至五六次 都可以再造背心袋 其實有興趣的市民 可以搜尋在膠袋重新裏 你看到本身的膠袋 都是做交代出來 都是做交代 只要在剛才我們提到 很多環節 當然不是那麼容易 三年兩二講得到 怎樣大家各方配合 但是你在那些環節裏面 做到配合 其實那些膠袋 可以再造五六代 生兒子 爺孫 繼續進入交代 一點都不是說 一定要逼住他們去堆停區 不是的 好像我們107年 都建議政府交代上 要有回水機制 為何現在不可以 用完帽子 用完膠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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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收集一些膠袋 其實這件事的做法 真是非常好 我們很支持這件事 最重要是 我們怎樣令堆停區 不要再多垃圾 這才是一個主要環保 當然少用當然好 但你是否真的可以少用到 你便是一個回收再用 當然如果你說 我們回收完之後 真的可以再少用一些 那便更加好 即是我們未見其利 先見其弊 交代稅 但很可惜 政府仍然是希望 推動這個膠袋 到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的可報 還包括全港接近七萬間 零售商戶 都要推行膠袋 甚至乎 街市裏面的零售檔 都要 除了賣鮮肉 可以豁免之外 這些不織布袋 又要收 究竟是否真的會進一步 解決到第一階段發生的問題 很大疑問 還是會 好像 日後所有報攤 就會說 我的報紙是賣五個半的 減價 減價 繼續派個袋給你 然後 一個這樣做 全部商戶都繼續這樣做 都要跟著做 以後所有店舖 全香港最多人說的那句話 就是減你五毛錢 你賣甚麼都減你五毛錢 搞了一大輪 究竟是否為了我們 香港的廢物處理 或是環境保護 帶留了好處呢 我想這裏是 值得 所有關心香港 環境保護政策的市民和朋友 去深思思量 這個 加多稅的第二家庭的諮詢 未完結 到八月中才會完結 如果你今日看到這個節目 對加多稅有一種新的思考 除了聯絡我們107動力 16回收之外 你可以自己去環境局的網站 發表你的意見 將交代稅的問題 告訴政府 不要讓問題 繼續好心做壞事 繼續讓交代稅 可以讓香港 多謝大家收看我們的節目 下星期再見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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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呢?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 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是否也記住 對 一回憶選擇 也繪衝 漏度 一回憶選擇